第三个话题,我正正想说中国有什么新的制造业方面的发展 首先去图图 复旦大学教授张维围最近说 他在一个节目《这就是中国》,这个节目我经常看 他也说了很多意见或者新的趋势,说得非常好 这次说什么呢?就是说中国制造业的新趋势 他就说,中国是制造业的大国 现在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 全部工业类别的国家 就是联合国有些产业分类,中国是全部都有的 就是说我们中国是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制造业的产业链 在世界500多种的主要工业产品当中 有220多种的产量,中国是世界第一的 那就是说我们确实用了几十年的时间 就走完西方国家几百年所走的工业历程 那这个是过去那四十年大家是有无共睹的,这是无用置疑的 那在过去那几十年,我们将高质量发展 就是越看越重 那现在,比如近这十年,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的趋势,制造业趋势向了什么? 智能,绿色,和服务业不断升级 我们虽然是面对美国对中国的打压 但是我们依然是无惧他们发动的贸易战或者科技战 反而我们在高质量的发展当中,制造业发展当中 我们已经是很多范畴方面找到新的动力 其实张维为教授认为美国已经是输了贸易战 对华的贸易战 在不久的将来,将会输了对华的科技战 因为美国将那么多的中国企业列入制裁名单 但是这些企业没有倒闭 反而发展得更好 在比如说最明显的芯片业 现在芯片业,美国发动把芯片业政治化之后 首先之前是什么呢? 那个形势是什么呢? 之前就是说美国的芯片有设计的优势 韩国有存储芯片的优势 日本有材料的优势 台湾有代工的优势 荷兰有干黑机的优势 而中国是有一个很大的港大的市场 有采购的市场优势 所以整个芯片业有几个国家都各有它的长处 而中国就每年采购大概是三千亿美金价值的芯片 令到这些所有国家都受惠 但是自从美国将芯片武器化、政治化之后 改变了 各个国家开始就处起芯片 令到芯片价格曾经短缺 曾经是价格上升很多 但是很快很快 这个就是一个改变 就是消费者的改变 习惯的改变 是什么呢? 比如说以前大家用手机 可能是一年就换一个新模特 但是后来呢 或者是换车 换车都可能换得比较频密 或者换一些新科技产品都比较频密 但是芯片一度曾经短缺 那就唯有不换字 因为你都没有新模特 或者缺货 或者是缺货 或者是延迟交货 那就唯有不换新手机 或者是不换新的产品 MIFU突然之后很快 就变了 芯片就过度供应 多了 令芯片价格下跌 所以美国制裁 就是改变了芯片的消费 但是另一方面最重要是改变了 就是改变了 好了 就是说中国呢 尝试在各方面都希望可以自吸自足 以前是靠这么多的国家 美国、日本、荷兰、韩国等等 或者台湾 我可以买到一些大量供应的芯片 以及比较价格相宜的芯片 好 既然你现在要用这个芯片 打仗 政治化 那我唯有怎样呢 我唯有中国自己做芯片 自己研究 看看有没有办法做到干黑机 对吧 所以美国的制裁更加推动到中国的高质量发展的决心 投入大量的资本去研究 我们近年是放了几千亿人民币的资金 入去芯片业 可以令到现在我们在说 二、三十纳米那些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 但是现在说到 可能是 可能是 有机会是 七纳米 那些都有机会 都有机会在中国生产的 很快 好了 几百条新的芯片生产线 现在在中国投入了 开始 开始发觉 西方也发觉 原来 芯片的战争 开始 打不赢了 为什么呢 国产芯片 现在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迅速提高 三年前 我们只是用5%的芯片是国产的 但现在我们已经有大约15%的芯片是国产的 到2025年 大概估计两三年之后 我们应该有70%的芯片 都可以用国产 大家想一想 本来这个三千亿美金的市场 是由美国、日本、台湾、韩国、荷兰去瓜分的 三千亿美金的芯片市场 现在如果我们有七成的芯片 在2025年 已经可以国产 那我们不用帮你们买 即是说 这些国家将会损失 大概2千亿美金的每一年的生意 就是由中国购买芯片的生意 这些国家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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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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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特尔、高通、三星 现在真的跌倒 因为已经看到的趋势 就是说 中国很多的芯片 可以自给自足 2025年七成自给自足 最重要的是 可能很快 低纳米数的一些芯片 我们都可以有机会生产 好了 芯片是其中一个 我们看到是很明显的 一个中国的进步 另外其他方面 太多了 例子实在太多了 张维维教授举什么呢 C919 我们的客机 不断推出来 不是很久了 几个月 开始接单 已经接了几千架的订单 即是说 短程、中程 的客机 我们已经做到 很快 长程客机 现在C919的载客量 大概是 190多 可以在下 我相信很快 我们的民航机 可以做到 在下300多人的 大型的客机 长途的客机 相信很快 当然 我们的发动机 依然是靠美国买 但是 我们已经研发 中国在研发 有机会 相信都不会太久了 但是 中国的发动机 都可以自主生产 到时 波音 和空中巴士 又不是 脚震 到时 波音 空中巴士 和我们的 中国的雙飞 这间公司 肯定是三强顶立 在世界上 好了 还有很多 张维维教授有说 GPS 卫星导航 我们自己 现在有北斗 我不用靠你 我们 战斗机 我们有先进的 殲20 可以和你F-35 有得齐 航天工程 你的国际 太空站 不让我们进入 我们自己 整个更加漂亮的 中国空间站 你打压华为 但是华为到现在 今时今日 没有倒下 这个也是 一堆的例子 所以令到 中国的制造业 现在不断 高科技化 高质量化 已经有个数字显示 中国的高质量制造业发展 已经令到 GDP的占比 由十年前 有17万亿 现在增加到31万亿 占全球的比重 由22% 升到30% 就是我们正在升 就是打压我们的制造业 我们制造业由低端中端 逐渐转到中高端 还有我们发展 AI 绿色等等的 一些高科技 还有比如说 这些多漂亮 这些太阳林的 我们国内的太阳林发电站 多漂亮 所以我们新能源 新能汽车 刚才卢社长说了 我们已经是销量世界第一 中国的销量也是世界第一 刚才Thomas也提过 开车回大湾区 利用港村澳大桥 是不是要买这些电动车 是要买中国产的呢 现在香港已经可以买到比亚迪 那你买比亚迪当然是稳固 但是Tesla也不怕 因为Tesla在国内也有很多 我觉得有另一个方法 就是说 可以买一些 ABCDE 那个E字 E Power的车 E Power的车是什么呢 就是你进油 但是进油 用油来发动这个发电机 那就省很多油的 那就变成了你也是进油 但是就不用一定依赖要充电 或者有些是Hybrid 两种都有 可以先买这些车 遲些才会 各方面充电是成熟 才会买全的电动车 暂时可以买Hybrid 或者E Power的车 我觉得就是这样 好了 今天我想讲主题就是 登塔工厂 张维瑞教授说 现在我们中国有登塔工厂 就已经是占世界三成 那什么叫登塔工厂 就是说 世界智能制造水平最高的企业 这些就叫登塔工厂 在2022年底 全世界一共有114间的登塔工厂 分布在各行各业 其中42间就在中国 占比是占全世界的三成 就是说这些最顶尖的最高的智能制造的产业 的企业 中国是有42间 是占全世界的三成 那他们大部分是做什么呢 什么关联呢 就是5G关联 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 等等 就是他们将这些高科技 就和这个传统的制造业融合 那譬如可以是和这个制业融合 就是5G大数据云计算 都可以和这个制业融合 令到制业都变成了一个高科技生产的一个企业 好了 接下来一个很大的 trend 如何发展呢 张仁慧教授就提到苹果手机的例子 他说苹果手机他十年前买了一部 他当时也看到写着什么呢 Design in California Assemble in China 即是说加州设计 中国组装 当时就说每买出一台苹果手机 中国是赚到6元美金 就占一台苹果手机的价值大概3.6% 好了 现在呢 最近的发展是怎样呢 原来呢 中国已经培养到一批本土零件供应商 现在中国供应商在iPhone 苹果手机的价值占比已经升到25% 就是说苹果製造手机iPhone 以前呢 就不是怎么用中国零件 但是现在是用了中国零件呢 是占它的手机的生产价值25% 就是说呢 给回很多钱呢 给中国人赚 就不是好像以前那样 是赚3% 就只是代工这样 那这个也是一个发展的趋势的 我就说了 刚才Thomas说了很多东西 就是说 美国是继续是 就是用这个出口術 或者是继续走这几张牌 台湾牌 科技牌等等 但是 到现在为止 张维为教授指出 就是说 美国的贸易战这个牌是输了 科技战即将会输 我刚才说了这么多的一些数据 也都很明显指出到 在很多方面 很多范畴方面 中国真的 是没有输 反而更加促使到 中国的高科技发展 是更加迅速的 好 那我们讲到第三个题目 讲一下最后 第四个题目 讲回美国一些 乱象是继续 这也是一些令人心伤的一些新闻 是出了来的 对的 昨天《洛杉矶时报》报导 就是在1月21日晚 随直夜 美国加州的洛杉矶园 华人聚居的城市 蒙特雷帕克市 蒙特里帕克 发生了一个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造成最少 现在已经造成10个人死亡 另外10个人被送去医治当中 其中一人情况危态 那究竟美国的枪击事件 什么时候才可以终结呢 有一个特朗普的前总统 跟这些枪械的生产商息息相关 美国的枪械联会 特朗普还出席去撑场 说了这么多年 继续发生这样的枪击事件 美国也没有改变 这个枪击事件是什么呢 就是21日晚10点22分 当时很多人在举办 在一间夜中会上 是一个春节的庆祝活动 其实当日春节活动 由上午10点持续至晚上9点 正值除夕夜 数量人数非常多 在庆祝 这是当地最大中国农历新年 庆祝活动之一 枪击事件发生之后 看到有警察立刻去追捕 但是追捕不到 暂时还没有追捕到 也看到有伤者送去医治 但是我想说究竟 这件事是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 这个蒙特 这个城市很小 只有6万人的人口 但是距离洛杉矶 始中心只是16公里 很近 其中以亚裔的人口最多 亚裔的人口占了65% 拉丁裔占了27% 白人只占这个城市的6% 就是说 为什么枪手要选择这个地方呢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亚裔人口最居住的城市呢 这个其实是否有种族问题呢 这个枪手有没有种族歧视的问题呢 另外当然是枪支的泛滥问题 当时就说 这个是有几个青年人冲进一间店铺 就说 麻烦你快点关门 有枪手在野众会里襲击 这个真的是冰山一角 这个枪支的暴力事件 其实在踏入2023年 完全没有减少过 在这件事发生之前 在上周末 伊利洛州的芝加哥就有21人遭到枪击 其中4人死亡 弗吉尼亚州 洛福克市 12人中枪 1人死亡 阿里桑拿州 菲利克斯市 大型枪击案 4人受伤 就是说 1月份 现在只是20多日 就这么说 起码有4宗枪击案在美国发生了 而刚刚这宗 在近洛杉矶的城市 最严重 就死了10个人 最少死10个人 那 那 今年踏入 就是说 枪击的暴力事件 这4弹是大的 但是大大小小的枪击事件 原来美国已经发生 1月15日 今年 已经发生了 枪击事件 导致1,699人死亡 1,271人受伤 哇 如果看看这些数字 都真的 挺恐怖的 我日前说了 新西兰 女总理 阿恩德 辞职了 但是 他当年 在新西兰 这个 清真子 发生了枪击事件 之后 导致多人死亡 他已经立刻 在新西兰的枪支的限制 作出一些政策的配合 但是 美国这么多年来 枪击事件 发生了这么多次 美国都依然是不理的 实在 枪击事件 为什么会令到枪 主要是因为枪支泛滥 但为什么枪支泛滥 就是因为 都是利益关系 因为生产枪 枪械的军火箱 其实可能就是 真的 是一些金主 一些是 选举的票数的主要来源 这个也是 就是 美国呢 这么多乱象 这么多年 都是 所谓一个自由社会 民主选举的社会 就是两党之争 结果这么多年 我们看到的乱象 都是对 对人民 只会 百利而无一害 我们看到 美国的基建这么落后 那些钱 走到军火箱 石油箱 而整个 美国的发展 制造业 又落后 现在又说要抢回来 抢不抢到呢 大家 都猜到 抢得多少 你整个通胀法案出来 你怎么去抢中国的制造业 怎么去抢德国的制造业 回到美国呢 这个也是很有疑问的 今天就说了差不多了 都是说了一些中美的一些 一些近来的发展 中国是继续是一个 光明的道路 我们的GDP总值去年 在疫情 在俄汇战事之下 我们GDP的总额 依然是有3%增长 去到120万亿人民币 那外媒呢 就会说了 只是增长3%而已 但是问题是 我们会怎么说呢 就是说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都有增长3% 现在是世界第二体经济系 经济体 还有呢 还有呢 就是说呢 我们是 就是在各方面 刚才我所说的 几方面 AI 智能 绿色方面 都是发展得很好的 很蓬勃 而很多方面 虽然是受到中国的打压 但是我们依然是有自信 是一个发展 是一个态况的势态 当然是乐观的 大家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附订石楼台 会更加方便 我们也都优化了 视频课放器 网速比较慢的时候 也可以看得流畅些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你又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1813890 或者用画面上这个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时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力部 去巴士力部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力部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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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